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欢迎收看龙哥的解盘 我是紫燕 哈啰大家好 我是忠哥 今天是9月21号 讲到921 就会想到大地震 今天台股也是一样大地震 天咬地裂 直接跌破半年线超可怕 921那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在妈妈肚子里啊 我还没出生啊 你这个梗已经用过几百次了 还换个梗好吗 用不腻 观众都听不下去了 那不然我们换个话题了 你说你说 你昨天跑去哪里 我昨天 你又放我一个人 哎哟 龙哥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我相信你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我自从单飞之后就比较红了 你有看到昨天按赞数比你在的时候还多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啊 真的好不好 没关系啊我们单飞不解散好不好 单飞不解散好 还是会一起OKOK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请大家 先帮我们按个赞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那还要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呢 把我两个群组都做给加入 在Lite是小老鼠 BBA5820H 那Telegram是Fi 17168 两个都加起来你可以获得最大效益 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呢 有一场直播 但是呢我不知道子彦会不会这样 我会 我会 你上次也是这么跟我说 那是意外 人生总是有些意外吗 所以你要做好安全措施 知道吗 是是是 有我们现在都戴好口罩了 做好安全措施 对对 所以这边明天直播也请大家来踊跃参加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提出来 那我们相信呢 我们真金白银的实战经验呢 都可以 回答大家相关的问题 那这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昨天有个好朋友提问 这个双红真是魔人 真的 对 这超级魔人的 上上下下 那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 因为他问错人了 问错人了 对 请问我的龙是哪个龙 烟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耶 没有 他没有 这个龙是代表 就是 更好的意思 对 是这样子吗 是皇上吉祥的意思 吉祥吉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红 其实 不只双红 其实 旁边上很多档个股都非常非常细 比如说什么 我们今天这 3617的这个硕天 今天就是亮灯跌停版 那中文哥还抱着 那为什么还抱着 因为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买在这里 买在233这边 其实 今天跌停我们还是赚钱嘛 所以 中文哥这边是这个部位呢 是还抱着 然后就等待 等待看看这个区间呢 会怎么发展 那我们其实很习惯就是 看看区间呢 会怎么发展再决定我们的下一步动作 那或许呢 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不好意思 今天中文哥这样戴口罩 大家听得还清楚吗 就是啊 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卖在这边 那已经跌下来了 那这样一张我就少赚了 28500 好像很多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其实如果你只是纠结于这块的话 那我相信你是赚不到大钱的 怎么说 你要先区别好 你要的是短线的获利 还是一个波段的获利 你总不能希望说有像巴菲特这样的获利 但是却不想要承受他这样的一个洗刷嘛 对 所以 行情呢 短线上洗刷一定会有的 那只差别差在 你能不能坚持你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呢 我这样跟 跟这位好朋友表达 你应该就知道 我要跟你表达意思是什么 这个双皇呢 中哥还抱着 那他短线上真的是非常的洗刷 那有的人会说 那你可以区间上原卖掉 区间下原再买回来嘛 当然如果你是短线实纹 你当然可以 当然是可以这么做嘛 因为 其实这样来来回回 你也赚了好多趟了 搞不好这边就赚了好几百万 也不是问题 因为这边价差其实 一张都有五六万块 是 对 但是 你要想的是 那会不会你哪一次卖掉之后 它就开始 它就喷出去了 对 会不会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想 原本你的不会是这么大 你卖掉不会只剩这么小 那你要怎么赚到大获利呢 所以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 其实很多人都害怕赔钱 或是害怕 赚的变成赔的 其实我要跟大家聊的是 这是 交易 常有的事情 其实这种歌也常常 本来是赚钱的 就是搞到赔钱出场 这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行情在洗刷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不如预期的时候 但是你要想的是 如果他洗刷完 你可以走出去 那一大段的获利 绝对可以 卡不掉你现在的损失 我不知道你 可不可以接受这种歌的 的说法 就是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 但是这 洗刷是一个很正常 那只是差别差在 你能不能坚持 你所看到的那个目标 那如果你可以坚持下去的话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 日后你会回过头来 感谢这种歌 那其实我们过去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财务心理学 不知道子彦有没有听过我讲过 就是 如果说今天你进场去交易 那假设说你 今天进场 你进场100万好了 进场100万 那你赔了50万出场 不好意思 进场100万 然后呢 结果赔了50万 那后续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 结果你是 变成少赔 少赔25万好了 你少赔25万出场 跟另外一种情境 你原本是 100万进场 赚了50万 最后他跌下来 你只剩赚25万出场 那同学 在这两种情境 你觉得哪一种情境 失落感会比较重 失落感吗 对 你说以一般人来讲吗 对 以一般人来讲 一般人来 可是赚 我们就问紫燕你真实的想法 我真实的想法 可能就是 我少赔25万吧 对 这个其实你要想的是 你这边少赚25万 你还是赚钱嘛 那如果你这边是 少赔25万 你还是赔钱 对 那你怎么会因为 赚钱而失落呢 大部分人都是想到怎样 卖在最高点 那就是 希望可以卖在最高 那如果少赚 或是赚钱变成赔钱 他们通常都会很失落 但是赔钱股票 就会一直抱着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想法 就不是 不是说太好 所以简单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买在这里 那买在这里 其实这边的震荡 其实对我来讲 就我也不会太过去担心 我只要照着我的几率就可以了 那当然短信上 我们也有新朋友买在这边 但是新朋友买在这边 大概就在成本附近 就我觉得 也还好 目前来看的话 即便 我的出场点到了 那也是一个最小损失点 所以双红呢 我们就回答大家到这边 就是排名上其实有很多 很多个股都非常喜 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到的是 不管行情怎么变化 你把你的焦虑 把你的这个 几率 给定出来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开大问题 长期下来你会发现 我长期这么做 都是按部就班 然后 这个标准也没有变来变去的话 我相信 你是都可以赚到钱好吗 所以这个你来问哥来回答 这一趴我们就到这边 那明天会有个直播 所以你今天先留言的 我们明天会优先来回答 那另外呢 为什么今天行情会跌这么多呢 最主要是昨天的FOMC会议 昨天FOMC会议是暂缓升息 那这是符合预期的 新年在升息 这是符合预期 那比较不如预期的是在哪边呢 明年大概只会降息两码 那原本六月的时候是预期会降息四码 所以少了两码 那所以导致于呢 昨天的美股是呈现一个重挫 大家朋友 你有没有印象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聊到过 就是 我们中将往升息循环的终点前进 那利率跟通膨 对行情影响会越来越像 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呢 还有没有印象 那可以看到 其实行情大概是从10月那时候开始 不管是台股也好 或是美股也好 都在从10月开始走出一个 一个波段上涨行情 所以其实 我们他 他这边 只是 明年可能只是降息两码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在往 这个升息循环 终点前进 他最后还是会转成一个 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我认为 他昨天的FOMC会只是一个短暂的影响 短暂影响 我们就开始去留意 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 止稳讯号 那中哥认为 他 这个NASDA或是道琼 或是这个 费半 接下来大概应该都是在这边反复震荡打底 那我们会看看近代的企业获利 能不能超预期重启 Q4涨势 那这时间点大概就在10月中 那10月中其实跟台湾的一个很大关系就是 台湾的Q3财报要公布 那我们过去有跟打扰到 Q3财报是 接下来真AI 跟假AI 分水力 对很重要分水力 所以请大家密切去留意 那这中哥其实还是很看到Q4行情的 那这个同意资料 我们就 快速帮大家带过 其实这个我们过去聊到非常多次 美国总统大选前年的Q3震荡 Q4 会往上喷出 那再来这个台股 10月也都是呈现一个上涨的走势 所以 这里的震荡9月在 大概只剩下6个交易日 是6个交易日吗 对大概剩6个交易日 是 那剩6个交易日 这里的震荡 我觉得你要开始去找 找一些 找一些个股来去做布局 那 今天大跌 这种哥还是有进场买股票 买啦 买是不买的 我们看好 看好第四季行情 当然是 趁着他点你才有机会赚到这个超额报酬嘛 所以 不愧是这种歌 我就没办法 好说 我过不到这件事情 好说 那你还不赶紧 每天都来上我的节目 对 好 没问题 你今年这个月你已经 矿值 矿值 讲成这样 对 所以我们跟大家聊到这10月行情这种 还是很看好的 那 聊到这些 我们想请大家回头看一下 2022年10月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有聊到 我们中间往升息巡转终点前进嘛 就是在这10月 那你可以看到10月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这边反复震荡打底 然后开始迎接一个波段涨势 所以这里差不多也是企业获利财报的公布 然后这里开始往上走了一段 那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接下来行情我认为 9月会持续反复震荡 麻花卷行情持续 接下来开始在10月之后 10月之后 你要去留意一下 会不会开始出现这样的讯号 那这样的讯号 你就开始 可能要开始急急进场 那我预期 最快10月 最慢11月中 台股就会重启涨势 为什么 我刚刚聊到 企业的获利之一 Q3财报 那时候会公布 所以 这里的反复震荡 请你特别去留意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有人聊到说 这里行情是不是要崩盘了 那我要这边特别跟大家补充一下 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有跟大家聊到 崩盘 不会发生在升息循环好吗 你说去年是 去年是 走大空头 对当然是走大空头 但是去年大空头是 有反弹 让你跑的 我记得3月 5月 再来是7月又一次 然后10月 这边是有反弹让你走了 真正崩盘是什么 杀到天昏 天昏地暗 然后是让你没有机会跑 是 连续性的往下跌 所以 崩盘的 不会发生在升息循环 通常是发生在什么 经济衰退 而且同时 连组会转为一个 降息循环 所以没有看到这两个条件之前 我觉得 都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你现在 要去留意的是 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样的讯号 当出现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始要去 准备迎接 这些Q4行情 所以Q4行情 应该这么讲 没有人会在Q4砸锅好吗 就是 不止 子彦跟我 或是 经纪人 公司派 或是这些 这些 比如说 一些主力好了 他们都想要在Q4赚到钱 为什么 刚才聊到财报公布之后 再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公布财报 要明年的事情了 所以 接下来Q4作战行情 Q1的作梦行情 其实这里 所有人都会进来去做敲鲁打鼓 尤其是 有发债的 这边就 就 点到为止 也不能点到为止 就是还是鼓励大家 这边你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好好研究一下 打起精神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 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去年11月交易日志 然后这是去年12月交易日志 那如果你可以跟怎么样 在10月打底这段 好好去做布局的话 那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赚到8冠这一档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赚到8冠 是赚到一头拉库 所以 这里我们就 还是要鼓励大家 你不要因为看到盘跌了 然后就开始感到恐慌 那接下来这边教育指数 今天大跌 那我认为回撤前低 16264的几率 就很大 那如果跌破的话 就有可能会来回撤这个 连线 那我们过去要跟大家聊到 以目前来看的话 年限仍然是上氧的 那如果可以回撤的话 我跟大家讲 觉得是一个好买点 那其实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其实农资都没有减肥 我们问一下子彦就知道 怎么了 你平常不是有去重训吗 是 对 如果这个 那个 那个 身材如果是 很重很重 你觉得 要怎么样他才可以做那个什么 那个是向上 向上前移 引体向上 对 那他可能就像是增加手部的力量 或是想办法先瘦下 对啊 先减脂 对嘛 所以 这里 如果农资可以大幅度减肥 然后可以回撤这里 那这里你去营造选举行情 才会有感觉 如果说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被拉感觉就拉没多少 500点 但是如果在这里 1000点 对10002000 哪一个会有感觉呢 所以 这里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但是真的回撤年限 那很可怕耶 也不会很可怕 你只要找到 找到 比如说 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维持着强势整理的个股嘛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的麻花卷行情 我们跟大家聊到 维持着强势整理的个股有哪些 我们跟大家聊到 溯天 全新 或是 旺系 然后还有什么 连羊 细创 都是 所以 行情不好 你越要打起竞争来去留意 有哪些个股维持强势整理 那如果真的要回来 我跟大家讲 这是天大好买点 你可以看到我们八贯 我们去年八贯 也是在走一个横向这里 开始往上 往上喷出 那这里其实 这里行情是不是就跟这里一样 这里你都觉得好像要崩盘了 要崩盘了 结果 涨了2000点 所以 Q4行情 自动哥真的要请大家好好期待 那 我们就不多说了 其实好像讲蛮久 对啊 对 我觉得 你愿意相信的 那就请你现在要好好去做努力 因为Q4行情 自动哥认为 会非常好 今年 还是会有圣诞老公公来发礼物的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段 如果你错过了Q2祖先段 错过了我们的百花齐放 我认为Q4 请你要好好的把握 请你拨打电话进来 02725 1500 02725 1500 上班时间帮我们拨打电话进来 下班时间可以贴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那我们明天直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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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理财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3 词 语 语 小语 语 三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